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團巡訪亞洲, 沿途亦去了許多個國家地區。 但韓國總統尹錫月以放假為理由, 沒有安排到會面, 媒體推測可能是想顧慮中國方面的因素。 而佩洛西這個亞洲行程, 訪問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 當地最高領導人亦有出來會面。 5日訪問日本時亦預計會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起吃早餐, 但去到韓國行程中,唯獨未安排與韓國總統會面。 原因竟然是韓國總統的休假與行程重疊。 亦有部份媒體猜測, 韓國總統雖然在休假中, 但仍然可能會突然與佩洛西見面。 亦在說現在總統辦公室協調相關行程。 但最後他們總統辦公室亦發布聲明, 澄清了報道不屬實。 而韓國亦都會成為佩洛西今次亞洲出行唯一未有安排元首去會面的國家。 這樣做亦都是被當地市民罵, 就說他應該要做好事才好放假。 而估計他不與佩洛西見面應該都是顧慮中國的看法, 就沒有安排到會面。 這個推測是韓國方面的媒體推測出來的。 這件事你們又怎看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我們今集先為大家看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